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的作战飞机 图160M是图160的升级版 也是俄三位一体战略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美国智库原子科学家公报分析 包括图95和图160系列在内 俄罗斯共有60到70架战略轰炸机 其中50架可执行核打击任务 俄罗斯目前正在对现役的十多架图160进行深度升级 同时根据总统普京的命令重启了生产线 全新制造的第一架图160已经于2022年1月成功首飞 今年以来受到俄乌战士等的影响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空前紧张 在这样的背景下 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格外的关注 而按照俄罗斯官方的说法 俄罗斯洲际导弹的换装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当地时间12月17号是俄罗斯战略火箭军日 战略火箭军是俄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掌管着俄军现役所有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承担着俄罗斯大约60%的战略威慑人物 当天国际空间站上的俄罗斯宇航员们 发布了一段视频 从太空向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表示祝贺 目前俄战略火箭军装备的陆基洲际导弹 主要通过固定发射井和移动发射车两种平台发射 就在12月14号和15号 俄国防部连续两天公开了在卡卢加州 向发射井内调装亚尔斯洲际导弹的现场视频 亚尔斯是目前俄军固定发射时周际导弹中装备数量最多的型号 与此同时性能更为先进的型号也在加速列装 就在17号战略火箭军日当天 俄军第二个先锋导弹团投入作战值班 先锋是俄罗斯近年来重点研制的超级武器之一 弹头最大飞行速度据称超过20倍声速 并能在飞行过程中机动变轨 突防能力强大 俄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表示 今年俄罗斯共进行了4次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 其中就包括4月进行的萨尔马特导弹首次全射程试射 他对俄美表示 未来十年内都不会出现能够有效拦截萨尔马特的反导系统 萨尔马特服役后将逐步取代苏联在冷战时期研制 北约代号为撒旦的老旧洲际导弹 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分析 萨尔马特采用液体燃料 弹头重量高达10吨 最大射程可达1.8万公里 几乎可对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实施打击 负责导弹研发的俄罗斯马克耶夫国家导弹中心 此前曾表示 萨尔马特已经投入量产 可保俄罗斯未来40至50年安全无忧 卡拉卡耶夫还透露 目前俄战略火箭军现代化武器的比例 已经达到85% 今后一段时期持续引进新装备 仍将是该军种最优先的一项工作 其中新型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工作 将从2023年开始 新的导弹拥有比亚尔斯更高的机动性 可从俄联邦全境任何地区进行发射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9月1号 俄罗斯与美国处于部署状态的战略核弹头数量 分别为1549枚和1420枚 俄罗斯略为领先 根据2010年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两国应将各自处于部署状态的战略核弹头数量 控制在1550枚以下 2021年2月 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拜登上顶 将该条约的有效期延长5年至2026年 近日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面向 深海万米钻探的超深水科考船 大洋钻探船在广州市南沙区实现主船体贯通 这标志着中国深海探测领域重大装备建设 迈出关键一步 作为支撑海洋强国建设的国之重器 大洋钻探船 隶属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设计排水量达4.2万吨 具备全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 和海域超过1万米的钻探能力 总体装备和综合作业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从国产航母到国产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再到国产大型游轮 近年来中国造船业不断取得突破 中国船舶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美国智库哈德尊研究所学者迈克尔罗伯茨 在纽约时报撰文表示 中国拥有的商船数量排名世界第一 几乎是排名第二的希腊的两倍 已经成为全球海洋强国 同时中国庞大的造船业 还有能力生产更多船舶 目前全球大约一半的大型商船 都是由中国制造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这一比例仅为百分之三 航空母舰 液化天然气LNG船和大型游轮 被称为现代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 中国已经具备三种船型的设计建造能力 并不断创新突破 2022年6月17号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命名仪式举行 经中央军委批准 该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贤号为18 福建舰是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 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 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 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 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 与此同时 另外两颗明珠的创新制造 也在不断刷新记录 LNG运输船有着海上超级冷冻车支撑 代表了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 作为特种船舶 LNG船具备强大的维护系统 能在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下 运输液化天然气 并尽量降低其蒸发率 如果液化天然气泄漏气化 就会因为体积极具膨胀而发生爆炸 因此LNG船对安全性的要求极高 而最核心的建造技术就藏在它的船舱内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色的金属内壁 就是一种特殊的钢材 英瓦钢 它的热膨胀系数极低 能够在零下160度的环境下 依然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那么整个舱室是需要800多片英瓦钢 来焊接而成 整个旱缝的长度是达到了150多公里 那么这么长的距离 要保持一个旱缝零漏点的一个要求 对于这个建造工艺是极为严苛的 英瓦钢又名不变钢 能在相当大的温差内保持不变形 稳定性极高 但英瓦钢也特别娇贵 接触到水和油就会被锈食 所以安装环境必须恒温恒湿 目前机器焊接只能完成90%的工作 剩下10%的手工焊 多是一些机器无法焊接到的 狭小不规则角落 技术难度更高 随着欧洲等地天然气短缺现象加剧 国际市场对LNG船的需求大幅上升 在一船难求的情况下 国内首个掌握LNG船建造技术的船厂 中国船舶集团互动中华在今年迎来了 LNG船订单爆发式增长 交船周期已经排到了2027年 我们目前这个技术指标水整 跟世界一流的船厂相比 我们完全处在同一个方程 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船厂 有些方面 特别是像汉阶的漏点啊 这些方面 我们领先于国际上的先进的船厂 大型邮轮也是船舶工业设计和建造 难度最高的船型之一 我现在呢 就是在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甲板上 那目前啊 这艘邮轮呢 已经实现了全船贯偷 进入了内装环节 那么预计到明年的下半年呢 就会正式的交付使用了 那我了解到啊 这个大型邮轮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大 它的这个全长啊 有300多米 一共呢 是有19层的甲板 而且客房数量呢 也超过了2000间 同时可以容纳游客啊 超过5000人 与普通船舶不同 中国国产大型邮轮的甲板 采用的是特制驳板 中国船舶集团外高桥造船厂 还专门打造了生产驳板的智能车间 我脚下呢 就是一个自动的钢板的进料口 那为了控制我们邮轮的一个整体的重量 我们这个邮轮身上用的大部分钢板 都是8毫米厚度以下的薄钢板 它有多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差不多就是我手里这个 4个以块钱硬币的这样的一个厚度 能想象吗 一个载客量超过5000人的大邮轮 它的船身有80%使用的 都是这样薄薄的钢板 那薄钢板虽然解决了为邮轮减重的难题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比如说在搬运和加工的过程中 都非常容易发生变形 那如何能够控制薄板的变形 就是邮轮生产当中 需要功课的第一道难关了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零部件数量 达到2500万个 总电缆布置长度达到4200公里 相当于上海到拉萨的距离 能否建造大型邮轮 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装备建造能力 和综合科技水平 今年8月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正式开工 标志着中国船舶工业 以初步掌握大型邮轮设计建造的 关键核心技术 国产大型邮轮实现 批量化 系列化建造 只日可待 相比于第一艘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在体型和载客量方面都进一步提升 船铁总长达341米 行宽37.2米 总吨位约14.2万 乘客舱室2144间 比首艘邮轮增加了19间 此外 它还配置了高达16层的庞大 上层建筑生活娱乐区域 设有大型演艺中心 大型餐厅 水上乐园等休闲娱乐设施 可以满足乘客一切生活和娱乐需求 同时还增加了环保设计 是一艘绿色环保型邮轮 中国船舶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还体现在科考船和载人身前设备的研制上 在科考船领域 中国已经实现了 从深海大洋至南北两极 从综合科考到大洋钻探的船型全覆盖 2019年 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 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 雪龙二号投入使用 与雪龙号相比 雪龙二号破冰能力更强 机动性更强 智能化程度更高 随着双龙探极成为常态化的考察模式 中国极地考察也开启了新格局 此外 中国还成功布局了三型在人身前装备的研制 蛟龙号首次实现中国在人身前装备 自行设计与自主集成的闭环 深海勇士号则在装备关键技术 自主可控和配套设备国产化上 取得重大突破 奋斗者号更是于2020年11月 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 深度10909米 刷新了中国在人下潜的记录 这些重大突破都标志着中国具备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 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 为中国深渊科学研究 深海资源开发等 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技术和装备支撑 我觉得中国造船业的这些年的迅速崛起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而劳动力素质高 我们知道在几十年前开始 由于造船业它是资本和人力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但是人力的密集呢 很多发达国家它的成本就会上去 因为它的人力成本高 所以开始把造船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转移 这个时候能接盘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 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的素质非常高 接过来之后呢 中国人又非常善于这个学习和设计 那么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的造船业除了我们的总吨位增加以外 我们的附加值到一些比如说豪华邮轮 比如LNG这些比较高端的附加值 也开始拿到了订单 那么中国造船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它崛起就是一个必然 简单说就一个字是靠人 据韩联社18号报道 受低出生率的影响韩国学龄人口骤减 不少大学遭遇招生危机 有些大学开始通过学校合并等方式来解决问题 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4月1号 韩国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在校学生总数 约为588万 而1986年这一数据为1031万 35年来韩国学龄人口减少近一半 由于生育率低 老龄化速度加快 韩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危机 这会给韩国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韩媒用一个虚拟人物 推演了韩国00后的未来 正在我身边的是虚拟人物金明 他出生于2002年 今年虚岁21岁 现在就读于一所地方国立大学 随着韩国人口迅速减少 预计金明的一生将会与老一辈截然不同 我们试着描摸一下金明的人生 金明于2018年升入高中 班里共有26名学生 比80后的同班同学少了16人以上 人口减少的影响一路持续到大学 他考上了一所地方国立大学 学校的实际入学人数少于招生计划 时光飞逝 很快到了2047年 由于人口减少导致地方经济萎缩 虚岁46岁的金明 事业陷入了困境 他决定从地方搬到首都圈的经济道 此时除了首尔市经济道和部分广玉市以外 全国68%的地区进入消亡高危阶段 首尔市的人口将减少到2017年时的六成 据估算 韩国国民年金及养老金会在2057年耗尽 精明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退休后将无养老金可领 如果维持现状 2070年 精明已年进股息 却仍在寻找工作 此时韩国的人口抚养比 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抚养的 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高达116.8 与2022年的40.8相比增加了两倍 老年人也要上班赚钱 在韩国孩子政变得越来越少 为了我们身边无数的精明 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 根据韩国政府发布的数据 韩国人口202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 比前一年减少0.2% 印度比哈尔邦日前发生假酒 制人中毒事件 据统计目前也造成至少84人死亡 假酒中毒事件让很多家庭失去了亲人 失去亲人的四个家庭 是村里最穷的一类人 他们基本都住在草屋里 我们采访了其中的三户人家 其中两户人家都是靠卖苦力挣钱 每天两三百卢比的收入 约合17到25元人民币 另外一户人家是村里的乡村医生 每天收入要稍微高一点 最多时每天可以挣到500卢比 约合40元人民币 受访的家庭都告诉我们 其实他们的亲人并不沉迷于饮酒 都是身体累了或者有高兴事的时候 就到外面去喝一杯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12月13号这一天 他们喝完酒以后 都很快出现了头痛 恶心呕吐 身体失调的状况 并且病情很快急转直下 希拉戴维的丈夫只有45岁 现在给她留下了四个孩子 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 她完全不知道未来靠什么 来养活全家人 拉姆的父亲是乡村医生 家里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 她有三个兄弟和一个妹妹 13号那天全家为她结婚的事情 准备得很顺利 父亲特别高兴就到外面喝了酒 谁知道她喝完酒之后就不省人事 悲剧同样发生在查兰达斯一家 她的哥哥三四年前开始饮酒 但是也不是一个酗酒者 她说在村里买酒很方便 每次她哥哥都是在外面喝完酒以后 再回到家 家里人劝了她很多次 也没有任何结果 13号那天 她哥哥喝完酒以后就不行了 在送去医院的半路上 就没有了呼吸 她觉得 甲酒案不断发生 政府应该考虑 对禁酒链做出调整 更多内容来看也走出来了 韩国冬季的代表性庆典 华川尊渔节将时隔三年再次举办 华川尊渔节以场面壮观著称 2019年曾吸引上百万游客 此后因疫情停办 此次尊渔节定于2023年1月7日正式开幕 在江源道华川郡 包括冰雕在内的庆典准备工作 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据韩国媒体报道 庆典上很多冰雕出自中国冰雕家之首 此外冰雕也是华川尊渔节的一大亮点 当地民众对时隔三年回归的冬日狂欢 非常期待 据日本媒体20号消息 日本新系线最近两天总降雪量 达到近150厘米 创下当地记录 由于大雪导致的交通管制 和渡轮停航等原因 物流公司20号已停止受理 既往新系线的包裹 另据日本东北电力公司19号消息 新系线约1.2万家用户停电 气象部门还呼吁民众警惕积雪 可能引发的雪崩 目前正集中开展除雪作业 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 最新公布数据显示 新德里空气质量非常差 一些地区已降至足以影响 身体健康的严重水平 据路透社报道 过去几天 新德里的气温徘徊在6摄氏度左右 低于往年同一时期 气象专家将空气污染归咎于温度下降和风速降低 导致汽车尾气 建筑粉尘和焚烧接杆的残留物难以消散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已顺利收官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9号总结说 世界杯是卡塔尔迈向知识型经济的催化剂 卡塔尔渴望在科技与研发领域有所作为 卡塔尔政府则表示 世界杯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是时候着眼于经济多元化了 这正是卡塔尔2030国家愿景的主要内容 圣彼得堡日前制作出了全俄罗斯最长的沙威马 也就是俄罗斯烤肉卷饼 据俄媒报道 150名厨师参与了制作 整个过程用时两小时 用料包括烤饼肉 蔬菜和招牌酱汁 卷饼最终长达151米 重达246公斤 将被列入俄罗斯记录大全 越共电子报援引越南海关总局报告说 截至2022年11月15号 越南对韩国的虾类出口额近4.22亿美元 同比增长33% 越南虾类在韩国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 此外 越南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 越南将以零关税 每年对韩国出口1.5万吨下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 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各位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